吳部長 吳部長請 所以委員長 請問部長 520以後你的人生規劃是什麼 我是從學校借調來的 我就回學校要任教 回哪一個學校 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 很好 但是我告訴部長 當你520以後要回去政治大學的時候 貴校名字已經不見了 名字可能會變成科政大學 你知道嗎 突然間今年2月份 上個月而已 突然間又冒出一個政治大學要跟 台灣科技大學並 好 我們現在病校的問題一樓框 我覺得教育部都應該好好 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請問部長 目前到底有多少學校 在教育部的主導之下 在進行學校的合併 目前在教育部有經過審議的案子 應該總共有6件 其中有2件 5件還6件 部長你可能幾件都不曉得 我手上的資料就有7件 去年11月的時候 然後 教育部有回文 大專院校整病的情形說明裡頭 有提到4個學校 就是高雄的第一科大跟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合併 這第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也有爭議喔 不是沒有 第二 台大跟國北交合併 對不對 這你知道的 第三 清華大學跟新竹教育大學合併 這個有吧 這個有 這我知道 再來 台東大學跟台東專科學校 有 對不對 去年11月喔 就這4個學校 突然間到今年的1月份 1月份 突然間又增加了什麼 成大跟台南藝術大學 交通大學跟陽明大學 又多了這兩個 到了2月啊 又冒出來了 政大跟台科大要變 好 我想請問一下 部長 我先來講南義大好了 南義大今天要到教育部去抗議了 我希望部長你要了解 他們抗議的理由是什麼 南義大在2013年3月18號 就已經非常明確的跟教育部長講 說 我們審慎評估及考量諸多主客觀因素下 決定繼續朝向藝術專業大學發展 2013年就已經跟部裡頭回應了 我們不打算合併了 但是到了 今年的1月 教育部突然間一直公文 今年的1月12號發文 就要求他們在1月15號 三天以內 天啊 教育部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效率啊 三天以內 請兩個學校 成大跟南義大 提供聯繫的窗口 哇 部長 你這個沒人 衛免也太好當了吧 現在是怎麼樣 大學要整病合併啊 就聽教育部 沒碩之眼就能合嗎 你不用讓他們兩個學校交往看看嗎 不用了解彼此 構成的合不合 都不用啊 兩個學校的目標方向體質完全都不同了 成大 是以醫理工為主的大學 南義大 是以藝術創作為主的大學 未來兩個學校並了以後 包括評量 教師的標準 在哪裡 你說南義大那個是以創作 學習為主的 你怎麼跟成大這種理工 要併在一起 光是評量的標準 就很難統一啦 再來 你追求國際學術的地位啊 兩者用的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部長 難怪乎啊 南義大的 學校 包括 很多的教授跟老師 大家都奇奇以為不可 此局啊 就會把南義大 追求藝術創作的 主旨跟精神 完全被併掉了 所以部長 你可不可以做一下回應 是 我可不可以跟委員說明一下 高教師請這個 南義大跟成大提供一個窗口 本來就是希望這個 鼻子之間有一個對話的開始嘛 因為如果沒有窗口 根本沒有辦法開始對話 所以才會希望他們把窗口 能夠提出來 教育部對於合併的案子 有審慎的去做總體性的評估 那 南義大它的基本條件 確實是在未來的少子化的過程中間 會面臨到非常嚴酷的挑戰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其實我們是希望 南義大或者是教育部 都可以比較更務實的 來幫助南義大 做長期正面的發展 這是我們大家的期待 至於你看 從2013年到今年1月 你們要執行這個合併的程序了 這一段時間你們什麼人跟南義大 有就 藍義大跟成大 合併相關的細節的問題 有去磋商 有去尋求共識 你們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我們提出窗口 就是希望開始對話 因為沒有窗口兩個學校 根本沒有連結的一個機會 我們本來就只是希望 你這個窗口 那窗口就已經要談聘金多少錢了 什麼時候要結婚了 都已經在講這個了 沒有吧 我沒有 就是這樣 部長 大學整病啊 我不反對你們去從事整病 的這個方向 但問題它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沒有整病的合理的程序 沒有尊重個別學校他們的主觀願望 沒有去評估病校了以後 各個學校的主體性是不是還存在 如果這些相關的問題你們都還沒有評估 部長你們片面的決定 這個學校跟這個學校病 就只因為他們是在同一個縣市 他們學校的人數沒有超過1萬 就只用這樣子的標準 我非常不認同 如果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們也不跟學校討論 也沒有召開任何的公聽會 就要病了 這個就是黑箱 部長你們做了很多黑箱的事情 委員我還是要再強調 希望他們提供個窗口 就是希望兩個學校或者是教育部 跟這兩個學校有一個正式 可以開始溝通討論的管道 你剛才所提出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都非常理解 兩個學校它很多的屬性不同 這個就是要開始去對話 但是對話需要有一個窗口 沒有窗口我們怎麼開始去對話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在行政上必須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提供一個窗口 純粹只是讓大家有一個聯繫的機會 你這個是已經定案的事情 只是就合併的技術細節去討論 部長 你們1月12號才發文給人家 1月15號就要提供窗口 哪一個學校這麼厲害啊 人家藍一大哥根本不想病啊 你叫他們提供窗口 不要這樣子啦 部長 提供窗口不是要想病嗎 我一再搶這些 好 這個之間 其實還有很多奧妙的地方 包括台科大跟政大要病 其實就我知道是政大 一廂情願想要跟台科大病 這好像也不是事實啦 病了以後校民叫什麼 部長不然你跟他講一下 他們在討論嘛 那這個事情我也沒有去過問 他們是由下而上的討論過程嘛 為了要禁足五年五百億 未來的高教藍圖的五年一千億啊 政大就想要跟台科大病 但是病了以後呢 一個是技職體系 一個是高教體系啊 兩個學校病了以後 請問是歸李彥宜的高教師館 還是技職體系的館 我想這些事情都會在他們未來討論的過程中間 會務實的去檢討啦 就是說我其實有對外一再的強調 如果他們要病的話 一定是對技職是加分的 那我們才會同意這個案子 那我目前並沒有任何既定的立場 不用講這麼好聽喔 台科大是台灣技職教育的龍頭 這我們當然了解 你要很清楚這個事情啊 是 他們有非常多的校友都反對了 都反彈了 你怎麼去處理啊 包括高雄海洋科大他們也反對啊 校友很多人反對 台科大是技職體系的龍頭 病了以後 他就不會再是技職體系了 這個事情影響非常非常嚴重 他一定還會是技職體系 這個我覺得 那你剛剛不是說 還要兩個學校去商量嗎 到底是技職體系還是高教體系 我剛剛有在講 我說他們的合併一定是對技職是有加分的 我們才會同意啦 沒有加分我們不會同意 問題非常多 所以部長 不要那麼草率 不要那麼倉促 我們沒有急著要什麼時候要完成這件事情 因為是他們自己在談嘛 他們根本還沒有把案子提到 我建議啦 教育部應該很明確的宣誓啦 要暫緩 近半年來大學的和平計畫 再充分溝通 並將合併與補助 是否在一起來脫鉤 這個可以吧 因為很清楚的 兩個學校要併 就是要徵教育部的補助款 所以我覺得 你的合併啊 跟教育部的補助啊 這兩個事情要脫鉤 可以吧 部長 我們對於合併的補助都是按照個案 他們實際的需要 或者他們的發展來補助 對 而且 第二項 我要你們重新檢討國立大學合併推動辦法 你們在合併的過程裡頭 不要只是跟校長談 要跟學校的老師跟校友的意見 都要納入合併的流程 至少你們要在學校裡頭舉辦公聽會嘛 同學的意見也要充分表達嘛 這個每一個學校都會做啦 都一定會做 有共識才會有推嘛 第三點 我也要求 你們要尊重藝術教育跟技職體系的特色 不要讓大學整併變成只是 進足教育部經費大餅的途徑 你們這樣子會變成打擊特色教育的兇手 我想任何整病一定都要確保 他們原來的特色不會消失 我想這個也可以承諾啦 你可以承諾吧 但是你的做法要調整 你的做法一定要調整啦 部長 整病以後影響層面非常非常大 請部長你深思好不好 我領以前暫緩合併業務好不好 謝謝黃委員謝謝吳部長請回座 接下來是由